这狗狗呀 说完他就和对方打了一架 为了让对方服气 他还拿起抓狗的叉子 插在那人的脖子上 够狠 够硬气 但为了一只狗和人这些梁子 值得吗 先别着急 看完再下定论 在电影狗阵里 彭于燕饰演的是一个 假释出狱的老改三二郎 十年前 二郎因为失手 害死了村里养社馆老板的侄子 被判过时杀人 入狱十年 假释出狱后 他回到了西北戈壁滩上的小镇 可再次回到家乡他却发现 十年的光景 一切都变了 那时中国经济 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飞奔发展 但对于二郎来说 这是他失去的十年 而他要面对的 是要如何再融入这个社会 如何面对村民的偏见 换句话说 他又该如何谋生 出狱后的二郎沉默寡言 迫于生计 加入当地的打狗大队 但偏见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 二郎一次次降低自己的底线 想让村民接纳他 领导刁难他 他忍着 队友骂他打他 他也忍着 可惜他的忍耐 换不来别人的平等对待 其实二郎也不认同 打狗对一刀切的做法 所以平时在做打狗任务时 二郎会偷偷放走小狗 在一次重点打击任务中 二郎还故意放走了一条 疑似得了狂犬冰的黑狗 可最后黑狗还是被抓住了 二郎负责将它运出村外 路上他们遭遇了沙尘暴 车子被掀翻了 作为同样被村民驱逐的遗类 二郎不忍心看到黑狗 冻死在隔壁滩上 于是他抱起了黑狗取暖 可黑狗因为长期的流浪生涯 无法信任人类 还是将二郎给咬伤了 回到小镇后 发小为了确保 二郎没有患上抗菌病 用时日观察法 将一人一狗关了起来 在这短暂的时天里 二郎发现 黑狗并不像村民谣传的那样可怕 它不是什么疯狗病狗 只是一只受惊敏感的困兽 在这个相处的过程里 一人一狗从相互伤害 到相互防备 相互舔食伤疤 再到相互治愈 他们成为了最忠诚的伙伴 一个丧家之犬 和另一只丧家之犬 成为了依靠 看到这里 你觉得为了一条狗 和人打架值得吗 确认没有患上狂犬病后 二郎决定向打狗队反击 这也是他第一次 出于后和人起冲突 也把之前收拾的脾气 都放了出来 最后二郎如愿收养了黑狗 他们之间不用太多的语言 一个口哨 黑狗就能懂二郎的意思 二郎还专门为黑狗 在摩托车上 打造了一个狗狐专座 去哪里都带着他 当二郎遇到危险时 黑狗也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后来 在一次仇家找茬的打斗中 黑狗为了保护二郎被车撞伤 还被人抓到了斗口场 等二郎找到他时 黑狗已经生命垂危 二郎将他接回了家 无言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电影狗镇 讲述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狗镇是导演观虎 即斗牛后 再次以任何动物为主角的一部作品 并且在第77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斩获双奖 在电影里 彭于燕突破了之前的形象 并且在角色上 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讲到这里 我知道大家关心什么 所以我特意给大伙数了一下 彭于燕在影片里 一共露了两次屁股 洗了一次澡 唯一一次洗澡 是和狗狗一起 那一幕甚至有一种 跨越物种的感动 一个在沉默中放逐自我的人 遇上了一只被驱逐的狗 他们同时困手 是他人眼中的异类 他们受困于时代的洪流之中 同时也受困于命运之中 回到家乡后的二郎 用沉默伪装保护自己 环境和他人的偏见 是一个困住的阵 想要走出去 必须要获得勇气 找到破解的方法 而黑狗就是那个关键 这是一个跨物种 彼此支撑的故事 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彼此救赎物 看完狗阵后 我感受到了一种 原始粗犷的生命力 无论你经历过 怎样的磨难和困苦 能重新上路是幸运也是必然 人生是旷野不是滚道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有再次出发的力量